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讲那国家怎么评断这些政治人物 那国家的评断标准是什么 所以我们先来看标题 国家的谋略与奇迹 第一个 看吕布与刘备选者 各位知道 曹操为了报复仇 三发徐州 其中两次是在陶谦 陶谦把徐州交给刘备 那交给刘备到了最后 被吕布伏击掉了以后 曹操就要蒸发吕布 吕布在成功的支持之下 进行了远州之判 远州之判是曹操这一生 面临最大的政治危机 整个远州只有三座城市 分别被夏侯敦 陈谕 跟寻谕他们三个人守住 而曹操正好这个时候 他率实远征 率实远征到徐州 剩下三个城 那曹操的一生政治危机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 各位可以去看 国家给曹操献计 国家给曹操献计 他断定吕布 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 所以蒸发徐州的时候 绝对不能半土而废 要一鼓作气打下徐州 那他打下徐州 那他面对的是吕布 那吕布他坚守白门楼 吕功不下的时候 是国家告诉曹操 说丞相不必退兵 就是司空不必退兵 主公不必退兵 因为就我们今天这个例子 你来看的话 吕布比我们还要惨 所以唯有加速攻击吕布 才能够解决所谓的粮食不足 跟兵源站立的问题 这一次 绝试水 然后水灌白门楼 吕布被绑复投降 绑复投降了以后 国家直接了当地告诉了曹操 说吕布是非杀不可 本来在这个时候 国家也建议曹操 因为徐州攻下来之后 总要有人去驻守 驻守的人选 曹操想来想去 对于刘备是否 是否能够待在徐州 难免是有些意见 国家在解决了吕布问题 他顺带的 他就告诉了曹操 刘备是一代人杰 这个一代人杰用最好的方式 我们要怎么对付他 他说我们最好把曹操 把他圈起来 除了圈起来 然后把他弄死 不然他以后一定是曹操的对手 那曹操没有听国家的话 他认为他能够收服刘备 所以当刘备在徐州论英雄的时候 曹操把刘备视为一个英雄 刘备的筷子突然掉在地上 刚刚好一阵雷响起 那从这个故事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了 当然他那个讲的是非常的神奇 但是我们从这个故事 可以看得出来 最早提出认为 刘备是曹操对手的人 就是国家 他认为刘备不会屈居于人下 所以他希望能够 就徐州的问题解决吕布之后 马上解决刘备的问题 结果 结果刘备离开曹操以后 失而复得的又抢下徐州 这个时候国家也劝曹操赶快清真 不要等待袁绍 好 兵力难下 为什么 他说一旦让刘备跟袁绍合力 对付曹操的时候 曹操他就两面作战 在这种情况之下 国家还是建议曹操 欲驾清真 欲驾清真以后 迅速解决刘备的问题 迅速解决刘备的问题以后 最好杀了刘备 但是刘备跑得很快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好 他这个是孙准 还有第二个 就是断生 孙侧的生死 断生侧的孙侧的时候 就非常奇怪 就是说曹操在关渡之战的时候 孙侧曾经有袭击取都的计划 所以让曹操对于孙侧感到不放心 但是国家他发挥了 结交秘密 秘密结社的本领 还有他结交江湖豪杰的本事 他直接告诉曹操 说孙侧杀戮过重 他很有可能遭受到刺客的追杀 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是在建案五年 果然在关渡之战打响之后 孙侧被许共的门客 所暗杀掉 就是国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能够断定孙侧的生死 当然有人怀疑 是不是国家买通了杀手 对孙侧进行暗杀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虽然死机 虽然三国制里面 对这件事没有进一步的发挥 但是我们看到的国家 他能够生前预料到 他能够在孙侧的生前预料到 孙侧可能会被刺客刺杀 这种预言太过于孙侧 政治预言里面 就是国家他预言了孙侧的死亡原因 国家断除了孙侧的死亡原因 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三个例子看得出来 第一个 他为什么知道孙侧会被刺客暗杀 然后我们必须要看 就是说国家跟许共之间的关系 还有跟江湖豪杰之间的关系 就是说会执行暗杀的 除了一般特务机构以外 就只有黑社会能够执行 是不是有人给国家通膨报信 史书上面记载并不明确 但是从这一点看得出来 国家显然预测到 孙侧的死会给扬州 甚至于会给三国 带来极为重大的影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曾经讲过 国家寻遇他们都把眼光放在北方的黄河流域 但是国家在建安五年关渡之战后 他对于所谓的扬州 就是孙侧的江东六郡 他的眼光已经投入到了江州六郡里面 那从国家对于江州六郡的看法 他应该会对长江流域的战略 提出他的看法 很可惜 史书上面看不到 我们只能够说 他对徐州的判断 他对孙侧的判断都是对的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关渡之战在生死未定之前 刘备重回徐州夺得执政权 然后曹操御驾轻撑 国家为什么要力劝曹操 欲驾轻撑 显然过去是因为袁绍跟吕布的关系 因为袁绍一向跟吕布不合 袁绍也曾经投奔过吕布 到了最后他从袁绍阵营里面逃脱 所以他到了徐州以后 他到了徐州以后 反而跟袁绍联络很少 他跟袁绍联络比较多 在这一种情势之下 国家判断 要赶快结束吕布的问题 为什么要结束吕布的问题 原因非常简单 第一个 轻徐豪霸的问题 轻徐豪霸的问题是曹操的根本 只有先征服 或者透过和解的手段 好 吸收轻徐豪霸 为曹操所用的话 曹操以后东方的问题 就不再严重 就是说至少曹操对于东方 就是徐州也好 青州也好 青州徐州 这两个地方 至少曹操能够安心 而且在关渡之战 为什么要在关渡之战 以前非要解决 原因也非常简单 不能够让清徐豪霸 跟吕布 跟袁绍之间河流 一旦河流的话 那刚刚好 整个东部的压力 清州也好 徐州也好 可以顺着黄河 顺着黄河南岸 直接到许昌 这个是曹操 没有办法面对的 所以 郭嘉他在讲了这一些道理以后 曹操马上就懂 就是按照郭嘉的方式 他就马上进入到哪里 他就马上进入到徐州 去平定刘备 平定完刘备以后 马上找了清徐豪帅过来谈 就是张霸等人 他们过来谈 谈完了以后 就永远将清徐地区的正手问题 交给了张霸他们处理 那为什么曹操他要这样做 第一个 就是说清州徐州 清州徐州 他找一个看门的 他看门的就找张霸等人 第二个 就是说清州徐州 呈现半独立状态 是符合曹操的意思 为什么 因为清徐二州经过战乱以后 这一些地方已经不是当年五谷丰登的地方 那这一些地方是需要居民屯肯 居民屯肯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军屯 一方面帮他生产粮食 另外一方面就地驻守 这个是第二方面 那第三方面 就是说一旦东方的问题解决掉 曹操解决荆州的问题跟西北的问题 才没有后顾之忧 这些都是国家的筹拨划策 所以从孙策这个地方看得出来 就是国家认为孙策的江东六郡 他势力虽然在形成过程之中 但是他并没有威胁曹操的实力 所以暂且放过孙策在江东六郡的发展 何况曹操的兵力也并不急于此 在这种情势之下 国家的宪策就是说南方放缓 北方紧收 那最后一个从曹操破袁绍 前面两个各位来看 前面两个都是情绪问题 那后面一个就涉及到了青州 冀州 并州跟幽州 尤其是关渡之战 关渡之战在郭家传的首传里面 裴松之柱讲了袁绍也好 曹操时胜时败的优劣 那我们看他从曹操破底 从曹操破袁绍 他主要就是说当两侧 各位仔细去看 曹操在蒸发袁绍的时候 他优先解决了所谓张秀的问题 他叫贾许劝张秀投降 解除了曹操的后顾之忧 一方面用兵于群许两州 群许两州 他就击退了刘备 然后收编了群许豪霸 这些都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 况且各位去看 清徐豪霸 就是豪帅 有人讲豪霸 有人讲豪帅 他们都有地方军的色彩 那这一种地方军的色彩 在大战在即的时候 曹操唯一的办法 只有收编他们 收编他们给他半独立的地位 那这一种半独立的地位 你一定要右之以利 动之以情 说之以礼 那这一点 国家就劝曹操 应该要尽快安抚 这个东方的势力 所以三边的局势 荆州的问题 曹操暂时没有处理 扬州的问题 江东六郡的问题 曹操也暂时不处理 但是他把他周边的问题 统统处理好 南洋的问题 因为南洋距离 许都实在是太近 还有一个 就是用清徐豪帅来 牵制袁绍 就是不至于 从青州这个地方 从青州渡过沿州 还有豫州的破口 是直谱许章 逼得袁绍只能够从关渡 从白马关渡一路下来 所以 国家他毕竟在袁绍阵营待过 他也习惯了 袁绍的用兵模式 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国家传里面 他为什么看人看得那么准 是有原因的 就是说国家 他身为牟师 对人物质的研究 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那情报有一个术语 叫做人物质 人物质是一定要建立的 为什么 因为你的部队碰到了什么人 碰到什么将领 你只要有人物质可以对的话 你可以马上去看出他用兵的思维 那这种用兵思维 从一个人的个性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国家 他的谋略和奇迹 在三国初年的时候 当然应该算是三国 初期到中期之间 至少在建安五年 建安五年以前 他所投入的战场 各个都被国家审准的料中 从这个角度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历史上 不能讲历史 小说里面就是说 国家不死 卧龙不能出山 从这一些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如影多奇事 而这个奇事里面 又以国家的见解 最为巡律跟曹操所赞赏 优优独播剧场上